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 跟我再来一趟一遍啊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好 飞机来了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跪下 大家朋友 欢迎,舞台 Biramy you 舞台 董事长 你这个油伤也个台阶 一起进步啊 小时,恭喜了 小贵, helmets 欢迎 欢迎 热点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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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 欢迎 来 赵总 看这里 好的 好 来 挨得近一点 好 好 董事长 说几句吧 要分了 来 撤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好 辛苦啊 好久不见 盛林 大海 盛林 祝贺 祝贺 谢谢大海 好不容易见到 叫董事长 我给你说个事 能不能暂转安一下 又生许要 你就说吧 暂转安 两天 买火车票去北京 告泥河村长的这儿 行 老 活两天 我们过去哪儿吧 那我们能挡着 全村人在那边 说一说 村里的江江湾去 你等我多睡啊 小白 小白 那是大高爾夫了 這個電影在拍的時候 去年拍的時候 大家都非常擔心 這個擔心包括我的製片人 也包括我們整個創作的團隊 因為的確在中國內地的電影的歷史上 就是關於當代的中國當代生活裡面 暴力問題的電影幾乎是沒有的 那這樣的一部影片能不能被通過 的確當時大家非常的懷疑 當然這就是很多人很關心 尤其是當年我開始拍這部影片 從來年來的 包括我的製作者 包括我的創作團隊 因為他們的關心是 如果你看到中國的歷史歷史上 這類型的電影 其實是在中國的歷史上 在這種犯罪的方式 是不可遇到的 是不可遇到的 但對我來說 我覺得我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原因是我覺得 我必須拍這個電影 因為發生在我生活裡 這些事情 每時每刻都會影響我 我如果不及時地用電影來表達出來 我個人我覺得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 很不爽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拍 我覺得如果 在這樣的一個暴力氣氛裡面 如果沒有來自電影的反應 我覺得作為一個導演我會很慚愧 我不想變成一個很慚愧的人 所以有兩種原因 我會在這部拍攝 因為我感覺到這部拍攝 我需要做這部拍攝 因為因為知道 我可以看到這部拍攝 我可以看到這部拍攝 我感覺到這部拍攝 這個單性也包括這個電影的女主角,我的太太趙濤 當然,我妻子趙濤 我就跟她說,那就把這部影片當作是我的祝福一部電影 拍完,我們就去養狗,就去生狗 所以,我確實我們分享同樣的想法 我一直告訴她,這就是我的最後一部電影 後來,我可以花我的時間和我的狼人和你和你的家 然後,我沒有必須製作另一部電影 因為我的確是做好了,以後沒有機會拍電影的準備 所以,我已經準備好了 那另一方面,我覺得她應該被通過 對,因為我覺得新的媒體,微博產生之後 我們每個人都變成一個擁有媒體的人 這些事件反覆地被報道 我們中國人都知道這些事情 那麼,在新聞的層面,主流的報紙也能夠討論這些問題 為什麼唯獨電影不可以呢? 新聞工作者跟電影工作者 我們面對的是同一個時代,同一個事實 為什麼這個事實可以在新聞層面講述 不能在電影層面講述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我覺得應該去試 所以,我到我會 data,因為這個新的媒體 那許比較新的媒體 有很多人會有媒體 而全部成交人與媒體 所以,我私認為,因為這四個新的媒體 這東西是非常非常好認識 已經在中國 上 Afrored It就在主表明媒體 包括了很多媒體 包括了媒體 所以,我便想說 我认为微博的出现的确它让我们改变了我们对中国的认识 这个电影的事情如果在没有微博之前人们会觉得它可能是被编造出来的或者说它可能是非常非常偶然的一些事情 但是有了微博之后它是我们沉甸甸的生活 我们只要打开微博我们隔一段时间就能看到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各地发生 但是现在我们有微博 每天每天在微博你会看到东西在中国各地发生 我觉得我们每天看这样的新闻但其实我们对暴力本身是不够理解的 虽然我们没有关注这些新闻和这些事件 但是在同时我认为我们没有真正的理解和暴力的犯规 那么我觉得想减少现实生活中的暴力一定是我们能够从荧幕上面对暴力开始 所以我记得这个电影送电检的时候 后来通过的时候有一个审查员跟我说 说作为私人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电影 所以我也跟他说你应该是一个人不应该分开 你就是这个是真实的你 你不应该有两个你 所以其实当你说你专业的说法 你应该是一个人不应该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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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分开两个人不应该分开 你应该分开两个人不应该分开 你应该是一个人不应该分开 对 我想这是这个电影通过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的原因 为什么这个电影通过的原因 谢谢大家